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6日凌晨 广西省三江市林岳村林岳屯发生火灾 火灾时序近5个小时 2500多人参与灭火 烧毁民房196庄 296户 过火面积2万多平方 1121人受灾 5人死亡 无知 违法生产酿大灾 锒铛入狱恨终生 经查 火灾原因系由于潘某无证斯拉生产电线 安全生产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 导致电源线短路 引燃周围棉絮等可燃物引发火灾 法院依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罪 判处攀谋有期徒刑两年 云南省关渡区三合一作坊火灾 破起三合一 食人命丧150平方小作坊 2006年8月10日 云南省关渡区小板桥 以居民住宅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近150平方米 却造成十人死亡 两人受伤 业主违规在居民房内设置生产储存的黑作坊 且大量员工居住于该建筑物内 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 一般的家庭式小作坊仅有一步疏散楼梯 一旦生产场所发生火灾 有毒浓烟随即封堵人员逃生通道 导致人员大量被困 无法逃生而被逼入绝境 在我们为火灾中死亡的人员感到叹息时 也为他们的消防常识弹火感到扼腕 死亡的员工大都消防意识弹火 逃生技能匮乏 面对火灾不懂得自防自救 火灾发生后 少数员工不懂得积极逃生 而是选择躲藏于隐秘位置 致延误逃生最佳时机 广东省深圳市920武王俱乐部特大火灾 璀璨烟火下44条年轻的生命走向不归路 2008年9月20日深圳市龙岗区武王俱乐部发生火灾 火灾造成44人死亡伤64人 火灾原因系由于俱乐部内演艺大厅表演者向顶棚发射刺 火灾烟花弹引燃顶棚居安置西阴海盐 一场原本欢快的盛宴瞬间演变成一期特大的伤亡事故 44条年轻的生命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 可燃材料封住生命最后挣扎 武王俱乐部从发现熄火到燃起大火 前后仅几十秒时间 场所内就以深陷浓烟的包围中 俱乐部内采用大量居安置西阴海盐装修 火灾时这些易燃可燃材料着火后 产生大量一氧化碳 氢化物等有毒烟气迅速拓散 致使人员在短时间内窒息并中毒死亡 且加坏了火事蔓延 无知与恐惧终将是要付出代价 为了你的安全 请你牢记消防常识 冬季是火灾多发季节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 要安全用电用火 不要乱拉乱接电线 不能超负荷用电 不能使用劣质家用电器 用火用电时不要离人 在外出时一定要切断电源和燃气管道阀门 消防安全要从每个人做起 要从每个家庭做起 大家好 我是王姬 要保证家庭消防安全 应常备应急消防器材 如家用灭火器 应急灯或手电筒 简易防毒面具和逃生绳等 农村家庭可配备简易灭火器材 水桶水缸沙香等 消防器材备身旁 危急时刻帮你忙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圆圆 每个家庭都要注意安全使用液化器 消除可能出现的火灾隐患 您要经常检查 煤气软管和接口处有无泄露现象 炉灶在使用状态时 您千万不能出家门 长时间离家时一定要关闭煤气总阀门 安全使用液化器 确保家庭消防安全 发生火灾时 首先要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正确报警 同时要迅速地自救逃生 这就需要我们平时掌握正确的报警方法 和正确的自救逃生技能 正确的报警方法包括 说清火灾具体地址 起火部位 着火物质 火势大小 又无人员被困 报警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正确的逃生自救技能包括 要尽量通过安全疏散通道快速逃生 当穿过浓烟时 要用湿毛巾堵住口鼻 采取弯腰或爬行姿势快速逃生 当安全疏散通道被大火封堵时 要退回室内 发出求救信号 等待救援 千万不能乘坐电梯或跳楼逃生 正确逃生自救 确保生命安全 火灾猛于虎 隐患就在你身边 消防安全需要你我参与 现在如果你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 请马上向张州消防支队举报 猛速举报电话 96119 经核时你还会有50至200元的奖励 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